对于美台军事互动 中国大陆有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吗 应该怎样应对呢 对于美台的军事互动 现在还是处在说说的阶段 那么中国大陆已经是发出了比较强硬的信号 那么早在6月底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审议通过 包含由美台军舰呼听内容的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 中国著名大使就严厉批评 这种做法是严重损害中方利益 那么中方坚决反对 其危害性之大可以用破坏性来形容 中国国防部的方言人 也是动促美方停止美台军事联系 里面给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损害 现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此议案 就连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都认为 美方军舰听靠台湾杠口 不仅困难而且可能构成了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解放军必然强力行动 因为这撼动了一个中国的政策 前两天解放军的航母穿越台湾海峡 官方媒体播出了舰载机起飞降落的画面 是那么的流畅 那么的娴熟 那么其军事威胁的目的也是一目了然 之后又是战略轰炸机的飞行 所以我认为美军和台湾当局是不敢进行军舰呼停的 不错 美国想用各种手段来制约中国的崛起 但是采取行动前 它也得评估中国的军事反制能力 得考虑中国政府维护主项的决心和解放军的血性 而台湾当局也是不敢贸然的同意 让美军军舰停靠的 因为美台军事正常化 实际上它就是台独 那么接下来真的是自食恶果地动山摇了 当然这是大事 我相信美国和台湾都不会也不敢走到这一步 当然我还是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利用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 尽早为美台军事走近来解读 不能让它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一个毒药